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时尚敢开挂,穿粉色T恤配黑色工装裤走机场,混搭时髦爆了。 对于那些关注娱乐圈和时尚的人来说,杨子无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名字。 这位多才多艺的女演员不仅在戏剧领域表现出色,而且在时尚界也越来越引人注目。 最近,她在机场的穿搭成了网友,热议的话题一件粉色印花T恤搭配藏蓝色工装裤,彰显出别样的时尚感。 今天,我们就来仔细分析一下这次机场穿搭的亮点。 根据标题和最新热点事件,杨子的这次机场穿搭无疑掀起了一股新的时尚风暴。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机场通常是媒体和粉丝关注的焦点, 这次杨子却用简单的穿搭证明了她的时尚敏感度。 在这里,我们一起来解析她的穿搭吧。 1.杨子粉色印花T恤,简灵少女。 粉色总是与青春、活力和少女赶紧密相连。 当杨子穿上这件粉色印花T恤的时候,她仿佛又回到了18岁。 这件T恤不仅颜色鲜明,而且设计简单, 完全符合现代年轻人追求自然和舒适的审美观。 印花元素也增加了这件T恤的活泼感,使其不再单调。 同时,杨子选择的这款T恤在领口和袖口都有细致的剪裁, 强调了线条感,使得整体造型更加精致。 对于一般人来说,粉色可能是一个相对难以驾驭的颜色, 但杨子通过精心地搭配和自身的气质, 完美地演绎了这一色彩, 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穿搭灵感。 2.杨子喀色于肤帽,粉色T恤,撞色穿搭。 撞色穿搭一直是时尚界不败的潮流元素。 杨子这次选择了喀色的于肤帽来配搭粉色T恤, 这种大胆的色彩组合在她身上看起来异常和谐。 于肤帽作为一种复古元素, 与现代的T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对比, 给人一种新旧结合的时尚感。 这不仅证明了杨子敢于尝试不同风格的勇气, 也展示了她对时尚趋势有着敏锐的洞察力。 咔色和粉色的组合, 让人联想到咖啡和奶油的搭配, 有一种让人感到舒适和惬意的氛围。 这种撞色穿搭不仅仅是颜色上的冲击, 更是一种风格和氛围的完美结合。 3. 杨子粉色T恤加藏蓝色工装裤 除了上半身的穿搭, 我们还要关注到杨子的下半身藏蓝色的工装裤。 这种颜色深沉稳重, 与粉色T恤形成鲜明对比, 但又不显突兀。 工装裤以其实用性和舒适性 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 而藏蓝色更是一种极具张力的颜色。 这样的搭配不仅使杨子看起来更加成熟, 也添加了一丝随性和不羁。 更值得一提的是, 工装裤的口袋设计不仅实用, 也增加了层次感, 使整体造型更加丰富。 4. 杨子棕色于肤帽, 棕色单肩包, 相呼应穿搭优点解析。 最后,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杨子搭配的棕色于肤帽和单肩包。 这两者的颜色非常接近, 形成了一种颜色上的呼应, 使整体造型更加和谐。 棕色作为一种中性色彩, 非常容易与其他颜色进行搭配。 而于肤帽和单肩包作为配饰, 也增加了整体穿搭的趣味性和层次感。 这样的搭配不仅展示了杨子对时尚细节的把握, 也证明了他在时尚搭配上的高超技巧。 这种相呼应的穿搭方式, 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时尚灵感。 总体来说, 杨子这次的机场穿搭可以说是一场时尚的盛宴, 从头到脚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时尚感和创意。 通过简单但富有层次的搭配, 他成功地展示了自己不仅是娱乐圈的佼佼者, 还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时尚偶像。 他巧妙地将粉色、藏蓝色和棕色结合在一起, 展示了自己对颜色搭配的高超技艺。 而他选择的各种配饰于肤帽、单肩包, 也都与主体服饰形成了完美的呼应, 进一步提升了整体造型的时尚度。 作为一名演员, 杨子的职业需要他在多个领域都有出色的表现, 而这次的机场穿搭无疑也是他多才多艺的又一次体现。 这不仅仅是对自己形象的精心打造, 更是对广大粉丝和观众展示了一种生活态度和审美追求。 在这个看似复杂但实则简约, 看似随性但实则精心设计的穿搭中, 我们看到了杨子不同于其他明星的独特魅力和品味。 如果你还在为如何打破单调, 如何搭配颜色而烦恼, 不妨从杨子这次的机场穿搭中寻找灵感。 肖战和杨子又一雷神之锤。 最近, 有个大新闻在娱乐圈中爆炸了开来, 肖战和杨子因为拍摄电视剧《余生》, 请多指教而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杨子是一个古灵精怪, 开朗活泼的人, 而肖战则更加时尚稳重, 心思细腻。 无论是剧中还是剧外, 他们相处得非常和谐愉快, 让人看了很舒服。 因为两人在剧中的表演非常自然投入, 真情流露, 就像是热恋中的小情侣一样。 尽管他们只是在余生, 请多指教中和做过, 但是因为每年都有共同登台的机会, 再加上频繁的互动, 所以即使剧已经播完, 观众们依然非常关注这对CP。 近期, 关于他们的消息再次登上了热搜, 原因是娱乐圈的爆料者回应了 关于肖战和杨子的恋爱传闻。 爆料者称, 两人现在只是好朋友, 并没有恋爱联系。 这番言论瞬间引起了众人的热议, 部分粉丝表示不能接受两人只是朋友的说法。 因为自从合作余生, 请多指教之后, 无论是剧中、剧外, 还是各种公开场合的互动, 都让人感觉他们像情侣一样, 甚至还有了一些亲密的互动视频。 然而, 也有部分粉丝认为两人只是合作了一部剧之后, 各自发展了, 不应该一直将他们捆绑在一起。 其实, 我也非常理解那些不能接受的粉丝。 在娱乐圈中, 不仅仅是肖战和杨子, 这对CP引起了粉丝们的情感共鸣, 所以这些粉丝情感过于投入也并不罕见。 粉丝们之所以会热情支持这对CP, 是因为演员们在剧中的演绎太过真实, 再加上剧外的一些频繁互动, 粉丝观众也会不可避免地将对剧中角色的感情延伸到现实生活中, 产生了他们之间存在暧昧联系的想法。 但是, 无论肖战和杨子两人的联系是恋人还是朋友, 这都是他们的私事。 粉丝们应该远离他们的生活, 只需要在喜欢他们的同时默默地祝福他们, 如果有缘分, 他们最终会走到一起。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